這是你老公嗎? 他跟你怎麼配合? 你說什麼? 打我老公? 你把我老婆子弄死我了 沒事… 打架… 沒事,爸爸… 爸爸? 誰打成你這樣? 是我 你是誰? 我是歐姐第二助理,周麗敏 那你還不快向Mark道歉? 不關什麼事? 阿姨,我們剛才只是在旁邊玩玩 沒事的 我也知道Mark喜歡玩玩的 他失驚無神,上了辦公室 同事還當他是模特兒 把他拍了一輯照片 真的有這種事? 有 我當然有條件 不然人家怎麼會看得上我? 不過下次玩,慢慢也別玩成這樣 對了,趁現在人齊 我有些事想跟大家宣佈一下 Mark剛剛從美國導演師回來 對,所以我想安排他 在Alpha這裡跟Ophelia玩玩玩 好,這麼有衷勁,年輕人好 說不定可以帶給我們Alpha新的活力 不過我很兇死 馬先生,到時候你別疼你兒子 不會,兒子一定要被人教的 你把你的兒子…他叫什麼名字? Kyle Kyle,你把他安置在廣告局裡 也不是直接跟你學習而已 對了,你們以後 阿Mark當作普通的同事就行了 謝謝… 你好,Mark 這位太子爺玩完微服出巡 過完模特兒人,現在說來學習 我來玩玩就真的 就是了,還說叫我們當他是普通同事 隨便吩咐他做事,傻傻的 你們這些男人就好了 我們這些女人讓他抽完水 你說得出不出聲嗎? 就是了,像阿蚊一樣 明明讓他抽水的,也不能說話 你喝東西吧 你們女士們要檢討一下 你們有沒有亂放電? 因為我周不時都收不住了 是嗎? 不過幸好我懂得睡覺 阿蚊,你有沒有給錯訊號人家? 神經病,只有小器鬼才能表錯情 我和阿媽根本沒甚麼 沒甚麼也會控制得這麼慢 現在人家都開心了,有人在上眼 Kyle,現在阿蚊這麼漂亮 如果他放生電,肯定會撕橫遍的 別說你們這些男人小器兼衝動 Kyle,在乎阿蚊才會這樣 那也不用大打出手 現在是阿蚊打人的 那他打人是為了誰? 你們兩夫妻都還沒康復 你叫甚麼? 不是,我最壞都是提子爺 搞得他們無風喜浪 大家好,怎麼還對? 看見人家整個移入 原來你們平時喜歡來這裡放鬆 下次叫我,多人面後一點 升旗日幕後像廣場熱鬧 你不去 這個遊戲很好笑 是很好笑的 想好笑一點,打起左眼 然後送你和阿爺一家團聚 那就更搞笑了 你這麼搞笑? 我真的很羨慕你有這麼厲害的老婆 做事比你更厲害 而且你被人打的時候 還可以保護你,挺好 夠了,我還有事還沒做完 阿蚊,做吧 Kyle Peter,靠樓的房間在那邊 intendonely you 姐姐,一定是你在天有靈 讓我發現這些照片 我真的做夢都猜不到 原來Ophelia就是Fiona 又是她破壞你們兩個第三者 看見她的所作所為 我終於明白姐姐你當日的感受 那個臭丫頭害死你們不得了 還害得我變孤兒 還處心積慮, 那就去助養我 哥小姐, 叫姨姨 家寶 生日禮物之前要說謝謝, 說謝謝 你這麼頑皮, 你就打手掌 說謝謝吧 謝謝 乖, 這樣才對 家寶, 你要記住 受了人家恩惠, 一定要說謝謝 人家對你好, 不是理所當然 你要懂得感恩淘寶才對 他覺得欠了你們倆 於是就補償花在我身上 姐姐, 既然他欠了我們這麼多 我就要他一次過盡情地還給我 主批人選?外面傳說是我嗎? 那你的消息豈不是更明通過我? 這樣吧, 總之我一天沒收到 公司的正式通知 我都不是當真了 好, 如果有好消息, 第一時間通知你 好, 再談吧, 再見 歐姐, 你有資料, 上海城市規劃 歐姐, 其實如果你坐鎮上海的話 香港是不是需要找個接班人呢? 你有好提議嗎? 那當歐姐的接班人, 當然要跟隨歐姐很多年 而且了解Alpha的作風 還要歐姐你信任過的 你是不是有話想跟我說? 歐姐從小到大就栽培我 我就當歐姐是姐姐一樣 如果我姐姐還沒死的話 她一定很想我出人頭地 你不是告訴我, 你想坐Alpha主編的位置 歐姐, 你說來吧 nothing is impossible 這些說話, 你跟我說就好了 讓外面的人聽到, 以為你發神經 以你現在的能力 就算Alpha是一本兒童周刊 也不輪到你做主編 歐姐, 歐姐, 你說過 我有很大進步, 也有前途 你還叫我拚逼, 不要為愛情糟糕 那現在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你跟我這麼久 想你還這麼天真、這麼幼稚 拜託你腳踏實地做好自己的本分 不要經常發白日夢 免得激起罵你, 等自己多幾條皺紋 我現在就要跟兒子、跟媳婦吃午餐 慢點發 你們一家大小就落茸茸 只剩下我孤苦伶丁, 眼紅紅 我看你們婆子就有什麼時候來訪 走呀, 叫你走呀 臭小子, 你又不聽話 我現在只是你老闆 你以前的女主人 已經被我男朋友飛了 你以為我很想養你, 獨眼獨臂 臭小子, 你聽著 我真是不趕你走, 念在你一己中心 你想吃東西就坐吧, 坐吧 那你乖, 給你吃東西就坐… 八婆, 你罵我夠了嗎? 你已經算陰毒了 假裝好人收養這隻狗 其實是你拿牠來吹氣而已 還有你, 你也不值得可憐 人家根本不當你是一隻狗 就當你是一坨糟糕 就算你多忠心也好 人家也不會領情的 讓我心肝當狗廢吧 神經病 我說過 我以後都不會做一隻忠心的狗 更加不會做歌不成狗